今天来教你减肥也可以吃的豆角焖面 准备两个鸡腿去皮 把鸡腿肉剔下来切成小块 锅中热油放入葱蒜小米辣炒香 放入切好的鸡腿肉 加一勺料酒生抽蚝油 再加一点点老抽上色 不要放太多 这个时候再加入掰成小段的豆角 加水没过食材 再来一把非常有嚼劲的黑麦草麦面铺在上面 盖锅盖焖焖个8分钟就可以了 上面撒点葱花和小米辣拌一拌 真的超级香 吃花生 新鲜的 我等着董董喜欢作业 再去超市买一下 刚才放学买了 回来感觉挺好 长得特别实诚 再去买点 在外边晒 然后 今天早上在菜场也买的 这样还就是老买花生 菜场买的那个不好 他给你用水泡的都发黑了 有的 加水有分量嘛 快写快写 我要等着去呢 我们这边这个超市挺好的 便宜 比菜场实惠 关键菜场那些小摊小贩 天天给你缺金少量 要不是扣刷那一二两三两的能发财是咋的 天天掉成啊 要么沾一堆泥吧 说给你刚挖出来的 那刚挖出来没那么多泥啊 要么就给你使水泡 泡的有的泡过一好几天了 里边的都发黑了 天天在脑子都动这些小金色 你说有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这边超市比菜场实惠的多 而且说实在的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买的花生是一个老奶奶的 我发现 而且上次咱俩是买什么 买蒜苗 也是买一个老奶奶是吧 不是买蒜苗 对买蒜苗 蒜苗四五块钱一斤 然后那个小葱是两块钱一斤 他把外面放蒜苗 买那么一捆嘛 就是捆好的 中间放的是葱 是吧 哎呀 你就动这些小金色 都老年人 我有时候觉得天冷啊 可怜他们啊 或者说天晚了 买完了让他们早点回家 但人不这么想 人多占你一点 是一点 你说他转转转转有啥意思 没意思 哎呀 就来个觉得有一些老年人 值得你去帮助啊 同情啊 啥的啊 帮帮他 但有些真不值 就是像那句话似的 年轻时候的坏人变老了而已 到现在这么大年纪 还是动脑筋 你像去我们这菜场买菜 像我去 我大姑姐去啊 明明两块钱的东西 他就是跟我们说五块钱 哎 我妹买了 她一看你年轻 不怎么做饭 不怎么来菜场 不知道行情 就卖你贵 但如果是我婆婆去啊 五块钱东西 她就不敢要 她就给你两块钱 我婆婆买的 永远都比我便宜的多 所以说我喜欢超市 这个老式的玉米花 硬帮帮 嗯 啥 我们在楼下坐一会儿 马上回家 真凉快 这个时候 不冷也不热 去厨市买点东西 马上回家 生菜 胡萝卜 秋葵 黄瓜 西兰花 还有大葱跟辣椒 看看我的花生 新鲜的花生 我每天都要吃很多 哎 一会儿抓一把 一会儿抓一把 想吃东西就抓一把 我老觉得它是新鲜的嘛 然后就没什么油脂 因为晒干了之后 它的油才能出来 现在新鲜的里面全都是水 有的买的不大好 有的买的好 今天早上买的就不好 看今天早上买的 这就是不好的 礼拜都发黄了 这就是说明水泡 水泡久了 它就会发黄 它为什么泡水 就为了压分量 爆米花 又吃了一把花生 然后看这个变妖剂 看着这个变妖剂 变妖剂 猪妖剂 猪妖剂 嗯